看中午吃飯 對,這些材料… 看到很多薯條 沒錯,有薯條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炸魚薯條 這是鷹式那種 這裡有些大廣醬 今天不自己打,不要太複雜 最重要是有這個 酸瓜仔 通常買這些小條的 多數都是酸到眼睛的 所以就特別開胃 沒錯,今天尤其是炸魚 加上薯條 其實真的挺膩 所以你也需要有酸性的 開胃一點 開胃一點 對,沒錯 接著我們有些乾蔥 切粒粒 另外要放些芥末 這是芥末籽 這是芥末籽的芥末 你不要看它 一粒粒芥末會不會很辣 其實就不辣 反而有哪種 我覺得熱狗的芥末比較辣 就比較辣 對,但同樣 都是你自己喜歡的口味 沒有所謂 我們加一點厚焦水 好 接著加一點糖 因為那些青瓜比較酸 所以加一點糖 半茶匙、一茶匙 讓它平衡一下味道 輕輕一點就行了 因為大股醬本身也有味 這個待會是我們的沙沙醬 也不夠的 這個很簡單 就是這樣混合 可以放在一邊 稍後再用 接著到薯條 怎樣自製呢? 它真的很好奇 因為薯條最好是早一天去做 為什麼? 因為都有幾個步驟 你不是說今天我這樣切薯條 然後拿去炸 切一條條就可以嗎? 對,切一條條 當然,這是第一個步驟 但不是這樣切完就炸 因為一定煞不到你平日出去吃的效果 但這是生的薯仔去皮嗎 其實你去街市買普通那些大隻黃肉薯仔 都已經可以的 切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洗薯仔 洗掉它的澱粉質 對,沒錯 因為薯仔一定有澱粉質 否則它就不會黏著 而且你做不到薯蓉 但今天我們要做薯條的話 不好意思,澱粉質就不需要的 其實你現在看到我們放進水裡 你會看到它的水立即熟了 對 我們可以浸泡它一會 可能幾分鐘 等它的澱粉質更多 你就可以換清水 我們這裡就可以把它轉一轉 因為洗出來的就是澱粉質 如果清潔水 不是完全沒有澱粉質 但起碼它在外層就沒有了 讓你不會阻礙薯條 就變得會軟 你看這個 再洗第二次的水已經清潔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用第三個步驟 是做什麼的呢 第三個步驟 首先要先灑一下薯條 首先我放一點醋 我們要讓薯仔不要太快會爛 我剛才放了蘋果醋 一定要夠酸的醋 好,然後… 你先放一點鹽 對,放一點鹽,讓它有鹹味 好 然後可以把薯條放進去灑 灑多久呢 灑大概要十分鐘左右 好 直到那些薯條 你可以把它一咬就斷了 好嗎? 其實這裡有些已經灑好了 你可以看到 撈起它 然後盡快把它吹乾、印乾 你可以看到 比如我拿一條出來 你一咬就斷了 對,你現在這樣 嘟 好嗎? 對 你看到其實每一條形狀 都可以保持形狀 不會破爛 變成薯蓉 這樣就不行了 好嗎? 好,第三個步驟 完成了 Margaret師傅,油夠溫度沒有? 你也知道我要炸薯條 對,因為我們接著可以炸 剛才灑了,留起它,吹乾了 然後現在可以炸 對,但只不過是第一次炸 油溫要熱到怎樣 如果有溫度計算是200度 200度 200度 但到200度不用關火嗎? 不用關火,保持中火 我們可以把薯條放進去 所以你說吸乾的水器不重要 對,因為你不吸乾的話 就會變化 就會變化 因為這麼高溫都很危險 炸多久呢?50秒 現在的邊緣是金黃色 對,最重要是它要邊緣是否有小 是否像你去快餐店吃的薯條 對,開始日夜承認 對,沒錯 現在我們炸完第一次 接著要做甚麼呢? 將它放在冰箱上 到你吃的時候 只需要拿出來即炸就即食了 兩個有感 沒錯 Margaret師傅,薯條雪軟了 現在又怎樣? 對,大家等了三天三天之後 冰光了 你現在真的看到它吞吞聲 對,是硬了 好嗎? 效果呢? 從冰箱拿出來直接拿去炸 不要解凍 千萬不要解凍 因為你解凍 它那些薯條就溶不回來了 那又不行了 就沒意思了? 對,打完完 好,我們把它放開一點 好…聽說 對 這個聲音很治癒 對 很坦白 要距離廳更治癒 但因為表面有些結霜 有一點水分 好嗎? 好嗎? 炸到它才有一點色 而且開始感覺到它有脆的感覺 通常遇到兩、三分鐘 對 兩、三分鐘 但現在開始感覺到它硬 好嗎? 你也可以拿一條底去看 對嗎?真的是硬 對 很硬 聽到聲音 我們再放一次給大家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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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現在這樣 我覺得脆到想它再脆一點 你可以先拿起它 等一等它 對 等油溫再高一點 我又把它放進去 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再炸一次 即是三次 對 但這個純粹是看你需要不需要的 你說不,可能有熱氣可以控制到 溫度較好 可能你已經可以很快一次過完成 那現在是否你滿意 但公告整個都可以 我覺得你們覺得 可以 我覺得可以 都像樣子 很有感覺 對 今天我們用了一些新鮮的沙蠻魚 沙蠻魚 對,沙蠻魚 這些真的是在街市的魚檔買 我們魚如何處理呢? 就相對剛才的薯條 簡單來說 不用炸幾次放幾天 不用,直接一次過炸 好 不過也有一件事要做 如果你想它的魚肉比較實 你可以放一點鹽 先醃一醃 兩邊都放一點鹽 醃多久 其實這個不用過夜 這個不用過夜 過夜也沒問題 你放心 如果你說一小時左右 那也不錯 然後最重要是選擇炸醬 對,有巧妙的 沒錯,有巧妙的 首先是麵粉 這是什麼麵粉 這是中筋麵粉 或是多用途麵粉 我們要加另一種粉 這是什麼粉 蕃薯粉 這個比例是多少 這裡有100多用途麵粉 加30克的蕃薯粉 第三種粉 泡打粉 這個很少 對,要發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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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做蛋糕那些都用 醬一點 醬也有少許的味道 半茶匙,一茶匙左右 好 好,接著就到這個水分 水分 今天我們加兩種酒類 啤酒 150毫升左右 即開即涌就夠氣 150,你看我很認真 拿磅磅磅磅磅 有什麼啤酒 無所謂,你喜歡哪種都可以 黑啤可以嗎 黑啤不算出來的顏色更深 好一點 你看到真的有很多泡 所以一定要夠泡 即開即使用 接著第二種酒 然後再加兩湯匙 兩湯匙 好 不要貪心 我喜歡的酒味 多丟多 不用 放進去就沒有酒味 沒有了,完全沒有酒味 然後加上這個酒 但我用其他都是40度的酒 可以嗎 可以,絕對可以 對,沒所謂的 對,沒所謂的 你40度,總有40度酒精的酒 即是太高濃度又不好 太高濃度又揮發太快 然後就可以直接拿去炸 直接拿去炸 油溫還是比較高一點 180度 直接把這個魚 上炸漿 要怎樣上發呢? 炸滿… 要厚一點還是薄一點? 厚一點… 慢慢放進去 你看到炸漿已經立即鬆起了 對 可以和這個快點 開始發出來了 對…好嗎? 我們快一點 趁著氣泡很夠 立即鬆起 原來是這樣 對… 而且如果想再加多脆漿 你可以在這裡再淋一點脆漿 為什麼這樣淋在表面 讓它更厚一點 而且旁邊有很多這些一條條 就很有感覺了 對,它就像炸天婦羅一樣 它就更鬆一點 因為更多脆的地方出來了 好嗎? 你看到這裡嗎? 很漂亮 那條條條 對,很漂亮 你現在保持中大火嗎? 保持中大火 保持中大火 因為油溫要相對高一點 所以炸漿 直接就可以把魚包住 其實我們說清楚一點 所謂炸魚薯條 真正我不是炸魚 我是炸脆漿 那個魚反而 它是被脆漿完全包住了 所以它是把它蒸熟 蔬菜餅也可以像這樣 對…可以的 其實任何的 你喜歡的皮炸,有些金菇 我這裡攪拌蔬菜餅 就這樣放一餅去炸 對,就可以炸 好嗎? 你看到的效果非常不錯 對,很漂亮 你看到的效果很漂亮 又是效果很漂亮 對 不過今天兩樣東西 都是一定要油炸的 你說焗爐焗可以嗎? 做不到效果 焗爐沒有這個感覺 做不到一定不行 氣炸鍋也不行 氣炸鍋也不行 因為真的有油 才可以把脆漿炸開 好,可以撈起它 是 好,可以… 可以… 這個需要再翻炸嗎? 不用了 好 你看到很漂亮 還有…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這樣就完成了 好嗎?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忍一忍油 好,兩塊炸魚 薯條又完成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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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很可愛 這是裝薯條 好像那些兒童餐 對,兒童餐 對,兒童餐 這個其實大人也會覺得好吃 這個 你放心,酒味和酒煎完全揮發 所以就算真的兒童吃也不用擔心 好 我們這個他他汁 然後我們那些薯條 當然 你聽到現在的聲音 對 我正在等著 對,我正在等著 對,這個就是放薯條 對 對 對 但是Margot師傅,如果真的要放鹽 在它的油味瓊乾的時候 還是瓊乾了才放得更好 最好一撈起來馬上放 這樣就會黏住 如果你放太久 反而冷了之後 它的鹽就會黏不到 好 這個可以放上去 然後當然我們的炸魚 好 好 要不要切開給大家看 好 好 好 我喜歡這個聲音 這個真的很脆 好 好 好 來切開看 那個魚還是很嫩 對,很嫩滑的感覺 很棒 跟在英國吃的一樣 在英國吃的一樣 就是這個效果 這個時候你喜歡 可以再灑一點鹽 還有英國人通常喜歡跟醋 我學會跟醋 不知道,他們真的覺得這樣吃快 對 但這個大家喜歡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英式炸魚薯條 好 謝謝 你 喔 來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